我的丈夫李林汉出轨了,在我们婚姻的第15个年头,我发现李林汉出轨的端倪是在半年前,那一天是李林汉45岁的生日的前一天,她因为商务应酬,喝得酩酊大醉,吐得昏天黑地,手机却在深夜12点时准时响起。 我接起了电话,电话里一个女人喂了一声,听到我的声音,就匆匆挂断。听到女人那嗲嗲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李林汉有事情了。 我回播了这个电话,但电话那头的人,假装关机了。我翻遍了李林汉的手机,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那天,我一夜未眠,坐在床上,睁眼到天明。我的心是虚的,手是麻的,人是猛的。 结婚15年,我做了15年的家庭主妇。虽然十几年的婚姻生活,茶米油盐,还说什么激情与爱情是天方夜谭。但我自认为,我与李林汉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而她,也爱这个自己一手打造的家。那个夜晚,我无数次想要给自己找理由,告诉自己,那个女生不过是一个意外。可我终究骗不了自己。 我无法忽视那个撒娇的声音,和那个特殊的时刻。这让我心乱如麻。我就这样在李林汉的憨声中度过了一个晚上。直到一阵闹铃声,打断了我的混乱的思绪。那像是一根引线,抽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拉动了我工作的弦。这个闹铃是独属于我的。每天听到闹钟响起,就是我要去准备早餐,叫醒孩子的时候。 而李林汉也时常跟着这个闹铃起床,一边看着国外的金融资讯,一边处理一些邮件。 我与李林汉的生活像是两个世界,而今天,李林汉宿醉未醒。离开卧室时,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删除那个一秒钟的通话记录。 我快速回到李林汉身边,拿起他的手机,把记录删除。就在我点完确定的那一瞬间,李林汉醒了,他一把拦在了我的腰上,喊着我,老婆。 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我连忙回身,把手机藏到身后,答应了李林汉一声。 老公,生日快乐,我拨开李林汉的手,给了他一个早安的吻,才松了一口气。 睡眼惺忪的李林汉并没有睁眼,只是躺在床上,享受着妻子对他的爱。 给我弄杯黑咖啡吧。 他闭着眼吩咐着,一如从前,我悄悄把他的手机放回在了充电台上,答应着出了房间。 一出门,我整个人都软了下来。 仿佛出轨的人,是我自己。 我走到餐厅,去做咖啡,大脑一团乱麻。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李林汉,我要质问他吗? 可是我并没有什么证据。 可就算有了证据,我该怎么做? 我要离婚吗? 还是忍气吞声。 端着咖啡回到卧室的时候,我听到李林汉正在打电话。 我的心一瞬间跳得很快。 我在门口,偷听了一段时间,才确认李林汉是在跟合作伙伴通话。 我放下心来,接着嘲笑自己。 李林汉像来是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在卧室里就给我留下把柄呢? 我把咖啡送进卧室,没有去追问李林汉有关女人的事情。 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承认。 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细心留意,却没有在李林汉的身上找到一点证据。 他的身上没有女人香水的味道,他的衣服上也没有女人的头发。 我多次偷偷打开他的手机,可他的手机通讯录干干净净,并没有我不认识的陌生女人。 直到有一天,我在超市买牛奶的时候,听到了两个与我一般的家庭主妇说起,有的男人会有多个微信。 一个用来应付家里,一个用来偷吃。 我猛然醒悟,我再次找到机会,打开了李林汉的手机,发现他真的有另一个微信。 而这个微信的密码,我破解了很久,才破解开。 那是李林汉一个公司账户开户时,银行给的随机密码,被李林汉用到现在。 打开微信后,我发现李林汉的这个微信里,只加了一个女人,还有唯一的一个微信群。 在群里,他是一个叫李子轩的孩子的爸爸。 在这里,他为李子轩交过班费,还在群里,回过李子轩爸爸收到。 而那个女人,在群里的名字李子轩的妈妈,她的朋友圈背景是一张一家三口的卡通照。 我一眼就认出了卡通照里的男人,正是李林汉。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意抽抽地疼着,比接到电话的那天,更痛。 我意识到一切已成定局。 我再也没有了安慰自己的可能。 李林汉不仅出轨,连孩子都有了。 我一片恍然,许久,才想来把李林汉的手机放回原位,独自走进了洗手间。 我坐在马桶上,无声地哭了出来。 我不敢惊动李林汉,我一边哭着,大脑一片混乱。 乱到李林汉的呼噜声突然消失了,都没有意识到。 直到李林汉打开了洗手间的门,我吓得差点把手机扔到地上。 我强装镇定,放好手机,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李林汉站在门口,俯视着我,问我,怎么了? 我擦干眼泪,起身去洗脸,用水声掩盖我的慌张,看了一部虐文小说,里面的女主太可怜了,有点难过。 李林汉轻笑了一声,早就跟你说,别看这些无脑的东西。 他直径走过我,走到马桶前去尿尿。 我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顺势心凉。 原来,我根本就不需要伪装,他根本不在乎我发生了什么。 他解决完自己的问题,走过来拍了拍我,赶紧睡吧,看个小说还能看哭了,多大年纪了。 是啊,我多大年纪了。 我又有多久没去看过小说,刷过剧了呢? 李林汉根本不知道,他甚至没有关心一下。 我到底看了什么,才这么难过? 又是为什么,要来到洗手间哭呢? 李林汉出了洗手间,静止去睡。 房间里,很快又响起了憨声。 我起身,再次走进卧室,站在床边,看着熟睡的李林汉。 无声惨笑,这一切,原本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可为什么,你得到了,却要亲手毁掉? 我和李林汉是相亲认识的。 那一年,我28岁,他30岁,是当时相亲人群中的大龄青年。 他有着还可以的样貌,还可以的家境,和还可以的收入。 我承认,在一众相亲对象里,他很不错。 而我也很不错,我最初并没有爱上他,可他却对我很满意。 在接触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原本想要跟他分手。 可当天,他却向我求婚。 他拿出戒指,恳求我答应他,并对我说,我们可以试着在一起。 哪怕没有爱情,我愣住了,众目睽睽之下,我示意他赶快站起来。 可是他越说越激动,一个大男人竟然跪在地上,哽咽了起来。 看着他的样子,我没有办法生气,只能留下一句,你找别人吧,匆匆逃离。 但我最终没有机会逃走,李林汉给我不下了一个巨大的网,圈住了我,让我无处可逃。 他把自己求婚的消息,告诉了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并以一个未婚夫的身份,介入到了我的生活里。 他拿下了我的爸妈,让他们欢天喜地接受了他。 我妈为了让我早点跟李林汉结婚,甚至离家出走,扬言如果我不跟李林汉结婚,他就再也不回家。 我最终妥协了,拿到了结婚证的那天,李林汉长舒了一口气。 而我,怅然若失,三个月后,我迎来了与李林汉的婚礼。 婚礼上,李林汉已经与我家族的长辈变得熟络,敬酒的时候,李林汉熟悉地喊出了每一个人称呼。 有些叔叔阿姨,我自己都记不清是谁,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满意。 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我的家庭。 妻子温婉和顺,家庭富裕人脉较较广,就是他最想要的婚姻对象。 结婚之后,李林汉有效地利用了我家所有的人脉,事业突飞猛进。 而我也到了职位晋升的关键时期。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告诉李林汉我想要晚点再要孩子。 可就在我通过竞聘拿到主管职位,即将迈入新的工作岗位时。 我却发现,我怀孕了,可我和李林汉的防护措施明明做得很好。 我把怀孕的结果告诉了李林汉,并告诉他,我还没想好要不要。 当天晚上,我妈就带着亲戚们来到了我和李林汉的家。 客厅里,挤满了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后,来劝我生孩子的说客。 七嘴八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而我妈,就坐在我的身边,一句话不说,巴哒巴哒地掉着眼泪。 人群中,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向我介绍,生孩子的好处。 但没有人问过我一声,为什么暂时不愿一声。 而我妈的哭声,像是一道紧箍咒,箍在了我的头上。 每一声唾气,像是一个鼓锤,哐当一声,砸在我的头上。 这个时候,李林汉远远地待在自己的书房。 他自己的一片天地,我经历了长达两天的亲情围攻,最终无路可逃。 见到的那一天,我看到李林汉再次长舒了一口气。 我质问他,是不是你搞的鬼? 李林汉眼神躲闪,但语气坚持,倩倩,孩子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而且你也看到了,我妈,还有你爸妈有多高兴。 是啊,大家都很高兴。 除了我,我并不重要。 我被迫辞职养胎,回归家庭。 女儿李凯然出生后一年后,我生下了儿子李凯华。 这段时间,李林汉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屡次提出回归职场,屡次被他以孩子还小而拒绝。 最终,我如温水煮青蛙一般接受了家庭主妇这个职业。 那是一天早上,我看着精英形象的李林汉匆匆出门的背影, 又看着自己身上的睡衣睡裤。 他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让我变成了他想要的那个妻子。 可15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却像是一个牢笼。 每当深夜来临,巨大的焦虑与无助感会包围我, 我思念着外面的世界。 因此,我从没放弃过学习。 我自学考下了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和计算机二级证书。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 唯有一本本证书才能带给我一点安全感。 而如今,这点安全感,也全被李林汉的出轨, 击得粉碎。 在确定李林汉出轨两周之后, 李林汉全然没有发现我情绪的反差。 更没有在意,我对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之后, 我意识到,他爱的只是自己, 他的面子和伪装下的平和, 我擦干了眼泪。 那一刻,我明白,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我再次看着这个熟睡中的男人, 告诉他,也告诉自己, 李林汉,你想受了15年你想要的婚姻生活, 到今天,是你该认清现实了。 我不断搜寻证据,拉出了李林汉出轨的时间线。 他出轨的时间在5年前, 那一年对李林汉来说,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他与他的好兄弟张鲁和秦丽 成立了一家名为腾飞科技的公司, 一起做了一款智能语音交互软件。 经过大半年的忙碌, 他们如愿拿到了天使轮的投资。 这让我们全家人的生活 一跃迈上了更高的高度。 从那一年开始, 李林汉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 能待在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少。 他跟张鲁和秦丽的兄弟情也越来越好。 而我对李林汉的这两个兄弟 一直有着莫名的偏见。 他们屡屡带着李林汉 出入不该出入的场所, 在他们的兄弟群里 发表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 当然,这都是李林汉主动告诉我的。 而李林汉给我的解释一直是, 这是他们必须的应酬, 以及他是他的兄弟中最好的男人。 婚姻里, 李林汉喜欢这样若有若无地告诉我, 他很不错。 只是这样的不错, 对于我来说, 更像是一种施舍。 这些日子, 我从李林汉众多的社交媒体中 找到了他女友的账号。 我挨个社交媒体搜寻着他的ID。 终于, 我在一个小众的社交媒体上 找到了那个女人的信息。 我查到了他和李林汉的儿子, 就住在这个城市。 而他们的儿子李子萱 上的是三年前刚刚成立的 高端幼儿园, 启明星幼儿园。 这天早上, 我把李凯然和李凯华送到学校后, 没有按照往常的路线 开车去超市采购。 然后回家收拾屋子, 等待孩子放学, 等待李林汉下班。 那样的日子, 我重复了15年。 如今, 是该变一变了。 我将车停在了一个 商场外的露天停车场内, 不行离开。 我走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 看着近在咫尺 又遥不可及的大厦高楼, 不断有形色匆匆的人 涌入那道旋转的大门, 身形一晃不见。 曾经我也是那些 形色匆匆中的一员。 到今天, 我只剩下了家和学校的两点一线。 我尽力地呼吸着空气中 弥漫的快节奏的气息, 听着人生的中对于工作 反忧地叹息, 忍不住跟随他们, 加快了脚步。 可一旦转过树叶茂密的街角, 一切变得安静了下来。 我看到了那家闹钟取静的幼儿园, 启明星幼儿园。 我从网上查过, 这个私立幼儿园, 主要服务对象, 就是旁边那几座高楼大厦里, 最高层的那群人, 李林汉就是其中的一员。 只是, 然然和华华出生的时候, 李林汉还没有走到那个位置, 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得到。 我以一个家庭突遭变故, 丈夫破产, 老人们气急而病的故事 打动了学校的校长。 他在我的哭诉和哀求下, 同意给我一个职位。 我的营养师证书 和心理咨询师证书起了大的作用, 我如愿成了中班的保育员, 主要负责中班孩子们的衣食起居。 我被校长带到了学校参观, 几个中班的孩子们再上游戏课。 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里的李子轩, 他跟李林汉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当过妈妈的人, 永远能第一时间, 发现孩子跟爸爸妈妈的相似之处。 李子轩的鼻子与嘴巴, 简直跟李林汉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 三月的天气, 中班的孩子们穿着一身灰色的运动服, 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喊着。 而李子轩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游戏圈外, 孤独地撅着嘴巴, 抱着双臂, 不肯靠近那个欢乐的海洋。 来来往往的孩子们, 在他的面前阻隔成了一道隐形不见的墙。 当天晚上, 我把自己找到工作的事情, 告诉了李林汉, 怎么想着去工作了, 你这工资, 还没有咱家保姆一个月挣得多呢。 我坚持, 你答应过我的, 孩子们12岁之后, 我就能去工作。 李林汉愣了一下, 应该是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 那孩子们呢? 爸, 我都14了, 我们还用妈妈成天看着吗? 女儿李凯然帮我说话了。 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的, 妈妈又不是不下班了。 儿子李凯华附和着, 李林汉见全家人都同意了, 自然也就懒得反驳。 行, 你自己不觉得辛苦就好。 说完, 李林汉钻进了自己的书房, 这几个月, 他不是在应酬, 就是躲在书房里处理着事情。 我没有问过李林汉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可以确定, 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只是他不知道, 他接下来遇到的将是一个更大的麻烦, 来自他的枕边人。 幼儿园的工作, 我很快上手。 多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让我对孩子有足够的耐心, 班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我。 每当遇到几个班孩子一起出现的大客, 我都会看到李子萱。 他还是很不合群, 一个四岁半的孩子, 身上永远带着防备。 只要有人提到跟爸爸有关的词汇, 他就像是个小小的爆竹, 一点就炸。 我看着这个浑身是刺的孩子, 不由在想, 李林汉到底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起初, 没有小朋友说起过李子萱没有爸爸, 李子萱却因为自身敏感, 跟一个男孩动起了手。 后来, 动手的次数多了, 就不再有小朋友跟李子萱玩。 甚至, 会有人故意说你没爸爸这样的话来气李子萱。 时间久了, 李子萱成了这个幼儿园的一个怪胎, 而我成了他唯一的朋友, 我每天抽出很多时间来, 陪他聊天, 讲故事, 让他放下防备。 所有的老师都很满意, 他们认为终于有人替他们解决李子萱这个小麻烦。 只有我, 欣喜于自己接近了李子萱。 李子萱也渐渐信任了我, 愿意把自己跟爸爸妈妈的故事讲得我听。 他说, 妈妈告诉他, 他爸爸是个大老板。 他的爸爸答应过, 今年儿童节那天, 就会送给他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人。 他很想爸爸, 可他每年只能见到爸爸七八次, 而他的妈妈, 每天都在忙着跟一些阿姨聚在一起, 但每次聚会, 妈妈都不会带他去。 他最多的是时间, 是跟姥姥在一起。 李子萱说起这些事情来, 小小的孩子露出了哀伤的神色。 李子萱说得没错, 在启明星幼儿园工作的这段时间, 我很少见到他的妈妈。 少有几次的见面, 李子萱的妈妈也没有正眼瞧过我。 他根本不认识我, 大概以为我就是这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 这也符合李林汉的做事风格, 尽量不给自己带来麻烦。 但李子萱妈妈的第一次出现, 还是给了我很多惊喜。 她开的那辆红色路虎, 跟我记忆里的某一辆车, 一模一样。 我抄下了红色路虎的车牌号, 发给了我在车行工作的表弟韩强。 很快, 韩强通过他的关系, 查到了车子的来源。 红色路虎车是从乔西的4S店购入的, 购买人是张卢表弟的公司。 我似乎发现了, 属于李林汉兄弟三人的一个秘密。 五年前, 李林汉与张卢, 秦立兄弟三人公司成立以后, 又陆陆续续用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开了十几家小公司。 路虎兴脉, 在这座城市本来就很少见。 而我第一次知道的这辆车的名字, 是因为李林汉买了一辆, 挂在他表妹公司的名下。 我无意中从他表妹那里听来的。 那时, 在我的追问下, 李林汉告诉我, 这辆车是秦丽拜托他买下的, 送给的秦丽在外面的女朋友。 为了打消我的疑虑, 李林汉特意带我偷偷见到了秦丽的新女朋友。 那个女人开着那辆在李林汉公司名下的路虎, 开进了一家豪华小区的地下停车厂。 而如今, 李林汉在外面的女友, 也开着一辆同品牌的车子, 车子挂在张卢表弟公司的名下。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那秦丽的某家公司名下, 也会有一辆路虎车, 是送给张卢女朋友的。 张卢, 秦丽, 李林汉, 他们从小到大, 什么事情都要一起。 他们前后脚结婚, 是彼此的伴郎。 又前后脚找了在外的女友, 各自打着掩护。 我说不清楚, 他们做很多事, 到底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和群。 我曾认真比对过自己和张卢, 和秦丽的妻子徐慧和李亚男, 我们三个女人很像。 我们有着同样的家庭背景, 父亲有点人脉, 母亲烂好人又传统。 我们有着同样的性格, 有点能力, 却又逃不开亲情的束缚。 甚至, 我们的长相, 气质也很相似。 但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徐慧和李亚男。 我们虽然常常见面, 但话题一直都是老公和孩子。 我们虽然有一个小群, 但说的总是家庭的琐事。 每当他们抱怨男人, 又感叹男人都一样的时候。 只有我总会恍然, 我不想就这么认命。 我能想象, 就算我把一切告诉他们, 他们会哭, 会闹, 可又能怎么样呢? 没有人会支持我们这样的。 没有事业, 又带着孩子, 年过四旬的女人离婚,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 我不需要支持, 只需要证据。 我从李子萱身上, 拿到了足够的剪裁信息, 跟李林汉的放在一起, 确定了他们的父子关系。 但我知道, 李林汉不会害怕, 这只是他有私生子的证据, 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 我让韩枪通过路虎车 和挂靠的公司信息, 查到了秦丽和张鲁女友的住址。 如我所料, 他们不仅都有在外的女友, 还各自都有了孩子。 我没有帮别人的孩子去检测DNA, 只是把查到的证据、 照片都搜集起来。 在这次调查中, 我们还有了意外的收获。 李林汉表妹、张鲁表弟 还有秦丽姐夫的公司, 竟然都注销了。 路虎车已经被转移到了 他们三人自己名下的主公司。 这天我下班之后, 韩枪风尘仆仆地出现, 坐在我的车里, 把各种资料堆到我的面前。 一边展示, 一边疑惑地发问, 姐,你和姐夫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 怎么回答韩枪的问题, 是从李林汉出轨说起, 还是从他跟张鲁他们 成立公司开始讲起, 亦或是他算计我成立他妻子, 说起呢? 看我不回答, 韩枪继续追问, 姐,你让我查的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是你弟弟, 你有事别瞒着我。 我结婚的时候, 韩枪才12岁, 他是我家唯一一个 不会站在李林汉角度 看问题的人。 他唯一关心的人, 就是我, 看着他焦急的样子, 我的心里温暖了一些, 我准备跟你姐夫离婚了, 看着韩枪吃惊的样子, 我指了指他拍到的 红色路虎车, 这个, 就是你姐夫买给他女朋友的, 他出轨了, 韩枪吃惊的嘴巴还没有闭上, 我就又给了他一个王炸, 我这里有十几个人名字, 你都查一下, 他们名下的公司发生了什么, 还有, 你姐夫的公司 最近应该处理一些问题, 帮我查一下, 他们公司具体在做什么, 看着我的表情, 韩枪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他闭上了嘴巴, 开车门, 下车, 而我坐在车上, 闭上了眼睛, 大脑飞速地思考, 开始了证据的勾连, 我听过这样的案例, 注册多家公司又关停, 这里面一定涉及了 大量的资金流动, 而流动的目的, 应该是公款私用, 我脑海的思路渐渐清晰, 我抬头看着 汽车后视镜里的自己, 露出一个微笑, 李林汉, 接下来, 该是你求我的时候了, 在我的规划下, 韩枪马不停蹄地去调查, 消息向雪花班传来, 如我所料, 李林汉, 张鲁, 秦力三人用, 各自亲朋的身份信息, 注册了23家公司, 而这23公司的背后金主, 都是他们三人共同控股的 腾飞科技有限公司, 可五年来, 这23家公司无意盈利, 大量购买了无法交付的海外订单, 理由是疫情无法运输, 但这不过是粉饰的太平, 雪花的背后, 已经堆成了一个带崩的冰山, 可是切开冰山一角的祸口一直没有到来, 李林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我能猜到, 但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而他们的公司在做什么生意, 才是切开问题的关键, 但我坚信冰山就要化了, 五月的天气突然变得炎热, 幼儿园统一要求孩子们 换成了短裤短袖衬衫衫的打扮, 炎炎夏日下, 孩子们一板一眼地排练着 六一要表演的节目, 而六一是李子轩最盼望的日子, 这段日子里, 李子轩的情绪变得高涨, 她开始愿意为了其他小朋友们的排练 做一些后勤工作, 并且逢人便说, 下周, 你们就能见到我爸爸了, 我爸爸要来看我了, 你们会见到我爸爸的, 他会给我带来最先进的机器人, 我有爸爸, 我有个超厉害的爸爸, 那个机器人是他公司做的, 李子轩把李灵汉要来看他的这件事, 说给了幼儿园的每个人, 每树花草, 每个玩偶, 甚至每个微生物厅, 特别是我, 在听到第九遍的时候, 我已经通过回忆和李子轩的描述, 知道了李子轩最想要的机器人, 出自哪里, 腾飞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 在家里是李灵汉的禁忌, 他拒绝我任何的善意的询问, 而今天, 这些信息, 摊开在了我的面前, 临近六一, 李灵汉越来越忙碌, 在一个周三的晚上, 他匆匆回家, 走进书房拿走一个优盘后, 又要匆匆离开, 我提醒他, 他曾答应过, 六一要带华华和然然去欢乐谷, 李灵汉的眉头锁得很紧, 才想起来, 大概一个月前, 他说过这样的话, 你带孩子们去吧, 周六是六一, 我们学校有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校活动, 我走不开, 你带孩子们去一次吧, 我诚恳地要求李灵汉, 李灵汉同意了, 这天晚上, 李灵汉熟睡之后, 我给韩腔发了个信息,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凌晨两点, 韩腔很快回了, 差不多了, 还差最后一环, 姐, 你那边呢, 准备好了吗? 我不确定, 自己有没有准备好, 但李子轩准备好了, 可是他的爸爸, 一直都没有来, 几个顽皮的小朋友, 凑到他的面前, 李子轩, 你爸爸呢? 李子轩咬牙切齿, 我爸爸会来的, 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三点钟, 幼儿园的表演, 已经接近了尾声, 接下来, 是一些亲子游戏活动,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李子轩昂起的小脑袋, 渐渐垂了下去, 而他妈妈的表情, 也越来越不好, 他走到一边, 开始反复地拨打着电话, 看到他在打电话, 我的心也在砰砰直跳, 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害怕什么, 是害怕李灵汉接电话吗? 但每次他都是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嘴里骂骂咧咧, 来来往往的小朋友, 经过李子轩的身边, 总有人好奇地问着, 李子轩, 你爸爸呢? 你爸爸呢? 你爸爸不是要来吗? 你的爸爸呢? 你才没有爸爸? 李子轩怒吼了一声, 一把推到了平常跟他最不对付的同学张牧晨, 骑在了他的身上, 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张牧晨拼命地挣扎着, 可怎么也正脱不开, 最终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李子轩的妈妈就站在一边, 冷眼相看, 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中, 哭声总是最刺耳的, 听到这边的哭喊声, 原本散落在各处的家长们, 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张牧晨的妈妈冲在最前面, 很快, 李子轩的妈妈就被七八个家长围在了中间, 嘈杂的人生中, 我听到了李子轩的妈妈吃笑了一声, 不就是摔了一下, 小男孩哪有不打仗的, 你要是觉得你儿子吃亏了, 这样, 我让李子轩给你们跪下, 给你们道歉, 李子轩妈妈一把将李子轩拉到了张牧晨家长面前, 指着张牧晨的爸爸, 给这个叔叔跪下, 道歉, 李子轩的妈妈一闹, 在场的家长们反而都有些不知所措, 一片沉默中, 只有李子轩的妈妈在喋喋不休, 这时, 突然李子轩的喊声划破了嘈杂的寂静, 我有爸爸, 他说过会来, 还说会给我买机器人, 眼看着事情无法收场, 校长走到我身边, 求助般地看了我一眼, 我看着人群中哭泣的孩子, 指责的家长, 撒泼的妈妈, 和倔强而无助的李子轩, 我冲进人群, 一把拉住李子轩, 大声向着众人说着, 我见过他的爸爸, 他爸爸刚才来过了, 他爸爸刚刚来了, 还托我给李子轩送了个礼物, 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他爸爸送来东西之后就走了, 李子轩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老师, 我爸爸真的来了吗? 这一次, 我看到了李子轩眼睛里的泪珠, 透过泪珠, 我看到了他的期盼, 我拉住他的手, 把他来出人群之中, 拉着他一路走到我的电动车前, 为了符合我的人设, 电动车是我专门为了在这幼儿园工作买的, 平时停在一公里外的停车场, 我会在那里换回我的车, 从我伪装的世界里, 回到现实, 或许是另一个伪装的世界, 我打开了电动车的后备箱, 里面放着李子轩心心念念了许久的智能机器人, 是他最想要的儿童节礼物, 这款机器人的品牌来自海外诺斯克公司, 而李林汉他们研究的智能语音交互软件, 最大订单就是供给这家公司的, 为了买到这款机器人, 韩腔和我加了不下30个代购群, 综合各类信息之后, 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 李林汉他们的公司的软件, 因为交付标准不合格, 已经被这家上市公司砍掉了订单, 也因此, 这款机器人在市面几乎没有现货, 很难买到, 最后, 韩腔在一个科技群里加价一倍, 才从个人手里买到了这样一个溢价产品, 拿到手之后, 韩腔一边找我报销, 一边吐槽, 姐, 咱这不是亏大了吗? 这怎么能算亏呢? 我花李林汉的钱, 给李林汉的儿子买了他最想要的玩具, 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更重要的是, 李林汉公司的全貌最终对我揭开了, 李子萱接过机器人, 生怕一挪开视线, 机器人就会消失, 可他还带着一丝怀疑, 老师, 这真的是我爸爸送给我的吗? 我把机器人从盒子里拿了出来, 开机, 机器人说出了他的欢迎语, 是李林汉的声音, 儿子, 爸爸祝你六一节快乐, 永远做个快乐的小男子汉, 爸爸爱你, 这是李林汉在李凯华十岁时, 六一儿童节时说的话, 李林汉在孩子们成长的重大时刻里, 算是个好爸爸, 这段他对华华的真情流露, 一直作为影像留在我的硬盘里, 如今, 开上了用场, 听到李林汉的声音, 李子萱先是惊讶, 立刻变得欢喜万分, 他接过机器人, 先是抱在怀里, 反复地看着摸着, 紧接着, 他把机器人举过头顶, 向着人群中跑去, 他一边跑, 一边在大喊, 你们看,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机器人, 里面有我爸爸的声音, 小孩子们, 永远会被最新奇的东西所吸引, 在李子萱的卖力宣传下, 先是一小波, 然后越来越多小朋友, 加入到了与机器人的互动中, 李子萱不是个坏孩子, 他只是敏感, 自卑, 却又热烈地爱着妈妈给他描述的那个爸爸, 或许, 这就是血缘, 我的李凯然和李凯华, 也是这样, 他们爱李林汉, 至少他们爱李林汉表现出来的那种父亲的样子, 可是, 表演了15年的李林汉, 何尝不是一种真实, 我能想象, 今天的李凯然和李凯华, 会有多么开心, 他们从飞驰的过山车上抚跃而下, 然后偷偷回头, 看到面目猙獰的李林汉, 乐得哈哈大笑, 可这样的日子, 就要结束了, 我远远望去, 起明星幼儿园的小操场, 嘻嘻嚷嚷, 人群中, 只有一个游离的人, 正是李子萱的妈妈, 她站在距离李子萱不远的位置,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我知道, 在李林汉的声音出现的那一刻, 她已经认出了我, 这时,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寒枪打来的, 姐, 我查到了, 姐夫公司的法人叫林小云, 林小云应该就是李易如, 她又补了一句, 林小云, 是李子萱妈妈身份证上的名字, 但不是她现在的名字, 她现在叫李易如, 一名, 连姓都改了, 李易如看到我在看她, 对上我的眼神, 走了过来, 原来, 你就是李林汉的老婆, 是, 我笑着回答, 李易如抬起手, 保证我能看到她手上的手表和走不跨的包, 但我看得到, 却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你是林小云, 听到我喊她原名, 她有些吃惊, 但很快回应, 我现在叫李易如, 算过的名字, 我发笑, 她很生气, 开始向我挑衅, 她展示着自己身上的东西, 这都是你老公送给我的, 表, 包, 车, 还有房子, 这些东西, 我还有很多, 她早就不爱你了, 不对,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她选择你, 只是因为, 你, 适合结婚, 她的兄弟们, 都是这么选老婆的, 但是, 她们真正喜欢的女人, 根本就不是你这样的, 这些我早就知道, 不过, 听到另外一个女人说出来, 心里还是有点痛的, 我知道, 我的语气尽量平静, 但我的平静, 却让林晓云更加愤怒, 你知道什么, 李林汉迟早就是我的, 你离婚也拿不到什么, 你也别想着打官司告我, 你早就被李林汉踢出局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李林汉的东西, 都在你们公司的名下, 但你们家公司, 已经是我的了, 林晓云吃笑着看着我, 我闭上眼睛, 又想笑, 又感慨李林汉的心狠, 我知道, 李林汉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女人了, 她漂亮, 泼辣, 喜欢上层的生活, 为了这样的生活, 她迷失了自我, 被老独立班的李林汉, 骗得血本无归, 我叹气, 我知道了, 所以我会和李林汉离婚的, 但是你一定要擦亮眼睛, 好好看清这个男人, 还有, 保护好李子萱, 他是个好孩子, 我和林晓云的对话, 在林晓云的取笑中结束, 姐姐, 你放心, 我的儿子和我的男人, 我都会照顾好的, 幼儿园的活动结束后, 我匆匆回家, 家里没有人, 李林汉和孩子们还没有回来, 我走进我的衣帽间, 在最下一层的衣柜里, 打开了我的保险柜, 所有的证据, 摆在眼前, 证据链最终清晰, 李林汉, 张鲁, 秦力三人, 五年前, 通过腾飞科技, 拿到天使轮8000W投资之后, 通过注册23家公司, 转移大批资金, 购买了大量海外资产, 最后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如今腾飞公司, 因为他们的中保私囊, 研发资金不够, 交付标准大大降低, 订单被砍, 为了粉饰太平, 他们不断借贷投入, 伪造公司经营良好的假象, 最终, 把公司的债务, 放到了他们的女人身上, 他们做得很小心, 用五年时间慢慢清空账目, 每一笔账都做得十分明晰, 而他们的女人, 与他们并无婚姻, 在法律上, 毫无关系, 一旦爆雷, 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李林汉他们兄弟三个, 真的是狠, 连出轨, 都要把对方吃得渣都不剩, 我把证据放回到了保险柜里, 深呼一口气, 今天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我不想在孩子们面前, 揭开李林汉的真面目, 我锁上了保险柜, 一如平常, 迎接李林汉和孩子们回家, 这天晚上, 我睡得很沉, 可能是因为两三个月的压力突然释放, 我第一次没有在夜晚惊醒, 迷迷糊糊之间, 我感觉到有人在走来走去, 但我太累了, 在一瞬间的清醒之后, 还是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 我把然然和华华送回到了我爸妈家, 告诉他们, 最近我和李林汉都很忙, 让他们帮忙照看一段时间, 老爸老妈愉快地接受了 外孙女和外孙子的到来, 离开的时候, 然然和华华送我到了电梯门口, 就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妈妈,加油! 然然对我说, 加油! 李凯华附和着, 我拦住了电梯门, 惊讶地看着他们, 妈妈, 无论你做什么, 我和华华都支持你, 然然补了一句, 电梯门关闭了, 我知道, 这里面一定有寒腔的功劳, 但我依然欣喜, 我的孩子, 长大了, 这天晚上, 我静静地等待着李林汉回家, 他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 穿戴整齐, 坐在沙发上的我, 怎么了, 还不睡, 李林汉, 我们离婚吧, 十五年了, 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李林汉先是意外, 接着变得愤怒, 压下愤怒之后, 他最后以一种别扭的表情看着我, 怎么, 你想一辈子在起明星干下去, 果然, 他什么都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李一如告诉你的, 你故意不去李子轩幼儿园的, 我的接连发问, 让李林汉冷静了下来, 他画了一副教育人的面孔, 刘倩, 你所有的事, 我都清楚, 我不问, 只是想要给你空间, 给你发泄的机会, 而不是, 你现在拿来威胁我的理由, 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好日子不过, 想干什么呢? 所以呢, 李一如和李子轩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都查清楚了吗? 我在外面的女人和儿子, 你也看到了, 张鲁, 秦丽, 还有我们生意上那些伙伴, 他们都有外面的女人, 我告诉过你, 我只是逢场作戏, 要不我怎么跟他们一起做事? 李林汉的反应如我所料, 我不想再跟他争论, 我知道了, 我们离婚吧, 李林汉看教育不动我, 走到我身边, 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面孔, 怎么了, 今天李一如跟你说什么了? 刺激到你了, 是因为我给他买了车, 还是给他买了房? 老婆, 你想想, 你现在跟着我住的什么房子, 开的什么车, 他比不过你, 你是光明正大的, 是我李林汉的老婆, 他只是个外人, 我偶尔哄一下就好,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更不会跟他结婚, 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你们谁也不爱着谁, 看着李林汉的模样, 我的火一下子冒了出来, 李林汉, 你要不要看着你在说什么, 你以为, 我在乎的就是争风吃醋那点事, 你以为你是谁, 活在封建社会吗? 在你手下讨生活, 你是不是觉得, 刚才你那段话, 我还得感谢你, 我还是那句话, 离婚, 李林汉也怒了, 刘倩, 你搞清楚, 这个家是我在养, 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出的, 你以为你离了婚, 还能过这样的日子, 你离不开然然和华华, 你以为你离了婚, 一个人养得起他们, 你离婚了怎么办, 回娘家吗? 你以为你妈妈会支持你, 更何况, 你跟我离婚, 你一分钱也拿不走, 我不会给你的, 果然, 李林汉还是私下了, 他那好男人的伪装, 我知道, 你的钱都转移出去了吧, 李林汉吃了一惊, 我拿出了一份, 写有23个子公司的表格, 在他面前晃了晃, 李林汉, 你们拿到天使轮投资后, 总共拿了1000万, 不到去做研发, 剩下的钱都通过这些公司, 用各种类目, 自己拿走了吧, 剩下那点钱, 研发不出东西来, 你们就胡乱交订单, 被诺斯克公司砍了订单, 你们的公司快破产了吧, 不过, 不过你们不怕, 法人又不是你, 你们兄弟几个, 还是人吗, 自己拿了钱去洗白, 用人家女孩的身份做法人, 拿自己公司的债, 给人家买东西, 你们的心真黑呀, 可笑, 他们被你们卖了, 还想给你们数钱呢, 看到我一一说出他的秘密, 李林汉的表情变得惊恐, 猙獰,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吃笑一声, 你以为我是个家庭主妇, 什么都不知道, 可你别忘了, 是你耍手段, 我才成了家庭主妇的, 我能看到, 李林汉全身在颤抖, 他并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 我这个温和, 懦弱的家庭主妇, 竟然知道了, 他们兄弟几个人, 在背后做的事情, 他气急败坏, 竟然上前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被他的手紧紧地估住, 一时间挣扎不开, 我拼命地挣扎, 用气声警告他, 李林汉, 你清醒一点, 你要是杀了我, 不仅你的前途毁了, 孩子们也不会认你了, 我赤红着眼睛, 瞪着他, 你自己想想吧, 而这时, 李林汉突然笑了起来, 一边笑, 一边松开了手, 他狠狠地把我推到沙发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语气耻笑, 所以呢, 你说我做过这些事, 证据呢? 李林汉的话一出口, 我的冷汗冒了出来, 我的四肢开始发凉, 冷意一丝丝地从头顶贯穿到脚底, 我抬头看到李林汉不怀好意地笑着, 猛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昨天晚上, 熟睡的我听到的脚步声, 我推开李林汉, 冲进卧室, 我手忙脚乱地给保险柜输入了密码, 保险柜打开, 而保险柜里空空如也, 纸面素材和我放备份的U盘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李子轩和李林汉的DNA剪裁记录, 上面黑体字的证明结果, 像是李林汉在嘲讽我, 我就是出轨了, 有孩子了, 你能怎么办? 我跌坐在地上, 心脏几乎要骤停, 几个月的努力, 竟然付诸东流, 我回头, 看到李林汉已在门框上, 笑着对我说, 怎么样, 你的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拿什么威胁我? 还要离婚吗? 你放心, 我会去求我那心软的岳父母, 他们会原谅我的, 毕竟, 我只是犯了成功男人们都会犯的错。 李林汉的重音放在了成功男人几个字上, 他一步步地向我走来, 用很厉的眼神盯着我, 刘倩, 我警告你, 我不想离婚, 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家庭主妇, 别想着跑。 我惊恐万分, 我站起身, 想向外跑去。 被李林汉一把抓住, 推倒在床上, 被他用枕头盖住。 去哪? 找寒枪去? 那个小兔崽子, 小时候说过我那么多红包, 竟然忘恩负义。 我倒在床上, 胸腔窒息一般的痛, 但我强迫自己, 冷静下来。 李林汉看我不再挣扎, 也就松开了手。 我深呼吸了几口气, 沙哑着声音问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李林汉玩弄地看着我, 在你们两个买机器人的时候, 你以为, 我们公司这么大的是出了, 消息没传出去, 是为什么? 你们家的每一个群里, 都有我们的人。 你知道你是从谁手里买的机器人呢? 我不妨告诉你, 是张鲁。 原来是这样。 我苦笑着, 那你为什么放任我们查你的证据? 李林汉又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确定, 你们会查到什么, 我那么多家公司, 那么多证据一一去销毁, 多麻烦啊。 不如就让你们两个先去查, 等你们查完了, 我再把你们查到的销了。 查缺补漏啊。 现在, 这些东西不仅网络上没有了, 你的U盘和纸面证据, 也都被我削了。 李林汉说完, 抓住我的头发, 在我耳边一字一顿, 听懂了吗? 现在什么也没了, 我的头埋进了被褥之中, 泪水大磕大磕地滴落。 听着李林汉在喋喋不休, 他在嘲笑我的种种所为, 在炫耀自己的胜利。 一句句话, 刺耳地传入我, 我的耳朵里, 扎进我的心里, 传进了摄像头里, 还有含枪的电脑里。 我终于忍不住, 笑出了声。 抑制不住的笑声, 穿透了被褥, 传到了李林汉的耳中。 他警觉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翻过身, 看着他, 你说呢? 这么说, 你是承认你们是非法转移资产, 做假账, 非法转移法人身份了。 不过没用, 你和你公司的法人, 有孩子, 有同居事实, 怎么能说毫无关系呢? 李林汉惊恐地后退一步, 开始在卧室里寻找着什么。 你录像了? 还是录音了? 我起身, 看着忙乱的李林汉, 阻止他, 别找了, 是视频直播, 视频在韩枪那边, 存当了, 备份的证据和优盘, 也在他那。 你找不到的。 李林汉回头, 再次惊恐地看着我, 我看到很利的神色, 在他眼中出现过一瞬, 又削了下去。 我知道, 他在思考,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翻盘, 但我知道, 没有。 我不仅有了所有的物证, 刚才的视频, 还让我有了人证和口供。 他没有机会, 再翻盘了, 李林汉也知道了。 在想清楚这一点后, 他颓然地退后了几步, 坐在床上。 这一仗, 是我赢了。 几秒钟后, 他变得茫然而无助, 你要什么? 他沙哑着声音问我, 我回答, 这套房子, 还有我嫁给你15年的工资, 孩子的抚养费, 一共300万。 你给我这些钱, 我从今以后, 无论再遇见什么事, 我都不会再烦你, 我们好聚好散。 李林汉愣愣了几秒, 开始疯狂摇头, 他猛地起身, 抱住了我, 我不离婚。 倩倩, 我不会离婚的, 我不爱李易如, 你知道的, 咱们可以不离婚, 我现在就送走他。 我推开李林汉, 斥责他, 李林汉, 你不要再表演了, 从一开始, 你就看错我了, 我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 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告诉你的话吗?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听到这句话, 李林汉终于沉默了, 他最终点头同意, 我转身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 我第一次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而他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 哭了起来。 我跟李林汉的婚姻, 结束在十五年零四个月, 我妈知道后, 哭天腔地了好几天, 但是无可挽回, 拿到离婚证后, 我去启明星幼儿园办理了离职, 校长已经知道了我的故事, 感慨又害怕地看着我。 办完离职后, 我又见到了李子萱, 他正在指挥班里的男孩, 跟一个班的小朋友们拔河。 我走到他的身边, 他看到了我, 李子萱, 我明天就要走了。 他抬头看着我, 妈妈说, 你是个坏人。 我笑了笑, 摸了摸他的头, 告诉他, 那你觉得呢? 李子萱摇头, 我觉得不是。 我蹲了下来, 看着李子萱那张缩小的李林汉的脸, 你记住, 你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 知道吗? 李子萱看着我, 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几个月之后, 李林汉兄弟几个公司, 被有关部门查封, 李林汉三人被带走调查, 林小云也因此被牵连, 大批财物被查封, 是我做的, 但离婚之后, 我也没有想象中国的潇洒, 因为我的年纪, 我的工作找得并不顺利, 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中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 我收到了无数人的私信, 向我求助, 那叮叮咚咚的声音, 让我意识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曾有过无数个在夜里辗转反侧的我, 于是我建了一个微信群, 群名, 叫做致命女人, 群公告是, 谁说女人就一定要温婉而贤淑呢? 没错, 我真正的人生, 要开始了。